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经期典组成 其中基础服务费 每个公司的收费标准都不一样 平均值在8万每年左右 带运营费用里最大的支出是在8个点用金 2019年下半年 思路互联带运营的亚马逊店铺里 有70%以上的店铺都成功打造出来爆款 完成了初期5万美金的最低标准 以平均5万美金每月的销售额计算 一年要收取的用金在33万以上 也就是说 亚马逊带运营的核心预论点是在8个点的用金 如果做到了月销售额5万美金 那么亚马逊带运营第一年的费用将在40万以上 这也就是为什么亚马逊带运营公司 会义争将带运营店铺的销售额 快速冲起来的核心原因 如果一个带运营店铺的表现持续较差 不光会收不到用金 还将影响到第二年的续约 甚至给公司品牌带来负面影响 推广费用做电商 推广必不可少 亚马逊新店铺上线 要想快速引来流量 站内推广和站外推广 需要同步进行 有所争议的是 站内广告的Acos和站外推广的比例 这也是很多亚马逊新卖家 把握不好的问题 店铺运营初期自然流量很少 站内广告是主要流量来源 每次在思路互联 亚马逊运营交流群里 给大家展示店铺销售额的时候 都会有人想看广告占比 新卖家很难相信 产品刚上架的店铺 在一个月之内就能做到几万美金 亚马逊带运营店铺的广告占比是不低的 尤其是店铺运营初期 广告占比约占销售额的15%至20% 这个数据在三至六个月之后会逐渐下降 平稳运营期的广告占比在10%至15%之间 站外推广对于团队资源有很高的要求 靠谱的资源非常稀缺 站外推广渠道有很多 例如红人博客、Facebook、Twitter、YouTube、折扣网站等等 这类广告的消费主要是运营人员的需求 基础物料 基础物料的费用 重点是商标、服务器和Face 其中商标和服务是亚马逊该运营必要的 总费用在一万以内 Face的欧洲站的卖家 要用的 看个人需求 费用也是高低不等 Facebo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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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